什么叫马尔可夫过程呢 最简单的一种啊 我觉得可以用这个动图来表示 两个点 两个点都表示两个状态 两个状态之间呢 相互转移 转移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呢 向对方转移 比如每一步 A都有可能转向B B当然也有可能转向A 同时呢 他们也有一定的概率是 不转向其他的 而是保留原来的 相当于是从A转向A 从B转向B 自己转移向自己 那么马尔可夫过程 他有一个显出的特点 就是我们也叫无记忆性 此时此刻 A也好B也好 每一个节点 他的状态转移 这个概率呢 只和现在这个节点本身有关 至于他上一次迭代是怎么来的 对吧 他是刚刚是从A自己转回来的呢 还是从B转过来的呢 这个我们不考虑 不管他怎么来的 只看将来怎么走 那我们叫做一种向前看的 无记忆性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比较有趣 我们现在社会上 网络上 媒体里面经常都在讲 叫阶层跃迁 阶层跃迁 那么我们说这个 人类组成的这样一个社会 是客观存在这个不同的阶级 不同的层次的 那么一个家庭 他在各个代际的这个繁衍过程当中 是有可能会转变的 我们俗话讲 叫富不过三代 就是说你连续三代都是这个富豪 这概率很低 当然也有说叫穷不过三代 你连着穷三代娶不起媳妇 是就绝后了 三代以后就没有了 所以也穷不过三代 好 我们说啊 如果用一个马尔可夫过程 来描述这样一个阶层跃迁的现象 可以怎么样来做呢 我们假设啊 把这个社会简单的分成三层 比如顶层 然后中层 还有底层 那么这个 一二三 同样呢 当附带为某一个层次的时候 他有一定的概率在子代转向另外一个层次 比如说 一 是这个高层啊 社会的上层 上层呢 到了下一代 一千个家庭里面有六百五十个 哎 还是上层 对吧 也有一部分呢 他就滑落了 滑落到了中层 可能这个后人啊 子女不成给力 也有一些呢 概率不大啊 比如说零点零七 他是一下子就掉到底层去了 从这个土豪就变成骆驼翔子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同样的中层呢 也有可能保持自己这个中产的地位 他既可能上 也可能下 那么底层的劳苦大众呢 有一定概率 还是 我们跳什么 根正苗红 平下中农 爬不平农 最光荣 这是一种概率 也有呢 慢慢向上啊 跳出这个龙门 哎 进入到了一个中层以上 还有一些人呢 就飞黄腾达了 直接一步到位啊 平步轻云就上去了 这是这么一个客观现象啊 当然有的朋友可能说啊 我就是努力 我就是奋斗 我一定能实现 那只是针对你个人来讲啊 那么针对一个群体 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来讲的话 我们就忽略个人的主观因素 主观呢 有的人想上 有的人他还就是说 就是犬弩 我就是想下去 对吧 用一个大概的概率来描述 这样一个转移的现象 那么这个转移呢 也可以用一个矩阵 就是把右边这个矩阵来写一下 这是这个 现在如果是比较上层的 是这一行 第一行 中层的是第二行 底层的是第三行 我们现在假设一个分布啊 在一个社会当中 0.21 0.68 和0.11 这样的一个总的人口分布 那么大家想 经过时代之后 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过程并不复杂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 H和这个D 是不是一乘就行 在前面的一节 说平稳过程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做过类似的事 那个你要如果找到最终的平稳状态的话 也有一种可以一步到位 就是你乘起来之后 求它的特征值 那么 第0到第1 我们发现 上层变多了 对吧 刚开始呢 在这个社会里面 上层的人口 这个还有一定的缺口 我们管这种一般叫做社会的红利期 这个时候呢 中层努把力 还是可以的 当然了 红利期的特点就是 有人上就有人下 有的人抓住这个机会 上了风口 也有的人呢 从这个 一些风险的投资 或者经营活动当中呢 也可能就反平了 所以你看 从0到1里面呢 下层和上层都变多了 都变多了 中层变少了 而经过 若干代的迭代之后呢 慢慢的 你看从第5次以后 这个数字就几乎不怎么变了 对吧 几乎就不怎么变了 我们可以认为 从第5代之后 大概进入了一个 收敛状态 也就是说 在刚刚那一种 状态转移概率矩阵的 这个指导下呢 我们这个社会 最终会稳定在 下中上三层 它们的分布是 0.286 0.489 和0.25 这样一个比例 在宏观上呢 说的都是宏观上的 对于个人来讲 你只要奋斗 肯定还是有机会 但是我们就不能用 一个数字去衡量了 对吧 好 最后呢 我们用一个 简单的小实例 这个就是状态的 种类更少 我们刚才是三个种类 现在呢 就两个种类 便于大家 来进行一个 简要的计算 自己来巩固巩固 那么我们说 跟这个社会变迁相应呢 还有一个就是城市化 那么我们这几十年呢 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 城市化阶段 在这一代人呢 你可能是农村的 也可能是城市的 那么下一代呢 原本是城市人的 有90% 他仍然留在城市里面 只有一小部分 比如说10% 他喜欢这种田园木戈的生活 那么现在在这个农村的呢 一半一半 一部分呢 就进城了 有一部分呢 就这个留守 在这样一种结构下 大家不妨可以 想一想 经过若干代之后 那么城乡 大致的一个人口结构 是怎样的呢 你可以先猜测一下 对吧 也就是说 在百分之百这里面 城乡 他们有各自占多少比例 先不考虑城乡结合部 这有可能啊 就考虑一个二元呢 计算起来 当然也并不复杂啊 假设 我们先假设一个开始 假设刚开始 全部人都是农村的 可以吧 对吧 比如我们这个 刚刚解放的时候 这个发展初期 没有几个城市 忽略不计 刚刚如果说 有一百个农村人 经过下一代呢 我们刚才说了 一半进城 对吧 一半留守 那么下面就有 五十个 还有五十的人 在农村 还有五十的人 在城市 那么再进行一些转移 五十人里面呢 又有二十五个人 就转移成 城市人了 城市 转到农村的 比较少 只有五个人 然后就变成了 三七开 三七开 再发展 变成了 二十二 七十八 二八开 十九 八十一 越来越接近二八开 最后呢 六代 七代 就稳定在了 十七和八十三 也就是说 在这一种 城市 高比例 仍然留在城市的 这样一个生态环境下巴 农村就是一半一半 最终的稳定状态 就是农村 百分之十七 城市 百分之八十三 那么这就是用一个 马尔可夫链 这种模型 来描述 比较贴近生活的一个 社会变迁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